大家好,我是虞超 先看一下我的节目出来没有 好了,我节目出来了 看看现在这儿有没有人发言 今天我的这个节目主要是观众来信选择 其中有一封信呢,因为牵扯到具体的人名,然后呢我就征求了这个 来信者的意愿,来信的人呢就是 同意就是我把那些人民人爱念出来,他觉得那个 念出来也是 有一定意义的,也是他希望的,那另外的那个信呢 因为他 就是联系不到具体的人,然后呢我就把,我没有征求那些那个来信者的意愿,我就把这个信读出来了 我之所以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呢,是因为 我看那个 弗兰克尔,这是一个当年奥地利的心理学家,然后呢 被送入那什么,被送入那个 纳粹集中营 那么他在谈一些案例的时候呢 只要是不涉及那个具体的人 他都可以把这案例给谈出来 那个John Peterson也是如此处理的,在他写那个人生十二手则上面 他提到了很多具体的真实案例,但是那里边都 不能和具体的 现实生活中的人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可以就是 提及这些案例的 呃 声音,声音挺清楚的哈,那太好了 那么我收到了这样的信 就是 稍等一下啊 这个主题呢是一个托伦 很多年粉丝的来信,就是他离开法轮功的修炼了很多年 他呢看我的节目,他给我来信了,他信是这么说的,他说余超先生,你好 我是你的YouTube粉丝 是通过王直安的节目认识了你 我知道你很忙,要做节目 还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时刻担心伦重的打击报复 现在我已经不担心伦重的打击报复了 因为他已经打击报复了,这是已经现实了,所以我就不担心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写了这封邮件,你看不见也不要紧 到这份上 我写他 多少已经不是为了让你看到 而是为了我自己心里得个安慰 当我第一次观看你的视频的时候 给我的震撼,真的是难以言表 我心里盘旋的唯一想法是 怎么会有人像住在我心里一样 提出了我对法所有的疑虑 但是竟然有这个勇气在公开频道挑战师傅的权威 不夸张地说,我当时就被吓哭了 也可以说是被气哭了 我气我,为什么没有早点看过你的节目 这样的话 这么多年 我心里该少受多少罪 少多少煎熬呢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呀,这么多年我心里该少受多少罪 我心里该少受多少罪,少多少煎熬呢 讲这么多没头没尾的 我应该先跟你介绍一下我的经历 还有我和大法的缘分 我是1992年 生的 应该算是在你节目里提到的 因为父母修炼,所以和法结缘的第一批 小弟子 我妈妈呢,是1998年接触了这个法轮大法 和他的这个双胞胎妹妹 大姐,还有他们的妈妈 也就是我姥姥一起走进了大法修炼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五套功法的动作 还是我跟我大姨学了 回家教我 妈妈的,那时候我才六岁 就是他是作为一个孩子 他跟他妈妈的大姐 学了动作以后回去教他妈妈 那时候他才六岁 他们当时决定练功的原因很单纯,就是为了治病 当然,还有 看了转法轮以后,被书里描述的精神世界所震撼 从而成为忠实习 这点和你很像 我妈妈当时罹患子宫肌瘤 以当时的医学手段 没有办法 很有效的治疗 中医、西医 都试过以后 我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看了法轮大法 其实 他们家姐妹三个 多少都是因为健康问题走入了 大法 老姨是因为癫痫 大姨是因为假抗 即便现在看来,这些病仍然 没有很有效的治疗方法 通过几个月时间 经历过几次发烧生大病式的消息 我妈和她 姐姐妹妹的毛病,虽然没有完全治愈 但是已经完全得到控制 且不需要药物维持 尤其是我妈 子宫肌瘤直接消失了 就是 注意到她妈妈是从1998年开始修炼的 法轮功呢 是从1992年开始 这个在中国 比较 比较广泛的传播的,1992年那个东方健康博览会 我是 1993年年纪 参加的93年在 那个国际展展中心 的那个东方健康博览会 越是早期的时候啊 这个治病的效果是越明显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很多人拿那些小的录像啊 他呢不足以来 批驳这个法轮功 因为那个 那个录像里面说的很多话是真的 这个和你的那个 你自以为那个 自己正确的那个实际情况是正而相反的 等一下啊 问题不大了 我看一下那个平衡器是不是平衡的 这就是 这个和你自以为的那个说那些是假的,正好是相反的 所以呢就是说 在98年之前,像刚才他这个信中描述的那个情况 是非常普遍,而且是 非常令人震惊的 其实发生在我身上就有类似的事情 因为以前我练武术 练那个散手 我身上那个手腕啊 右手腕啊,还有这个 大拇指关节呀 右脚那个大拇指关节,还有尤其是腰都有那个 气质性的这个伤害 后来修炼大法以后就全都好了 而且我还记得很清楚,这儿的那个关节囊突出 就是在一次不经意的那个抬手腕的时候 喀啪就回去了 然后从此之后就 一直到现在,就再也没有那个那个 就是当时认为好不了的那个那个 伤啊 都好了,很快而且是 时间很快来到1999年到2000年,很不幸大法开始被中共打压 如果天安门,由于天安门自焚事件 至今未止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由中共策划的阴谋 扩号 等 一系列导火索 最终大法被定为邪教 中国大陆禁止传扬 从此开始 我妈三姐妹们 所有与法有关的活动全部转入地下 注意这时候大概八岁左右 他们仨 的生活渐渐和社会脱节 从而完全沉浸在 讲真相、发正念 和中共邪灵斗争的大法事业上 家庭、孩子和个人事业全都可以牺牲放弃 我的家从此再无宁日 我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小弟子一样,完全走上可悲的 去自主人格的道路 就是 泯灭自主人格的这个道路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爸爸 自从共产党开始打压法轮功 我爸劝我妈放弃练功 当然我妈没听 我爸的态度很坚决,甚至差点闹到离婚的地步 当然我妈还是没屈服 不仅自己悄悄练 大法的革命事业也完全没放下 但是迫于我爸的迫切反对 他尚且不敢明目张胆地强迫我练 但是我爸看不到的地方 打我耳瓜子,精神上贬损我 因我处于弱势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 你在节目里描述过的 修炼人父母行为 基本做了个全套 我妈是典型的言以律己 言以待人 宽以律己 自己心情上修不到不要紧 强迫我的时候是一套一套的 这些行为呢其实也是有背景原因的 他小的时候遭到我姥姥十分残酷的 肉体和精神虐待 包括但不限于 长期言语辱骂 挨烫过的铁钩子打 在新疆的冬天 只穿单衣被扔出门去,所谓反省 这个我小时候我妈也对我干过 让我只穿秋衣秋裤 把我扔到了楼道里 我站在门口,当时上上下下的邻居 看我的眼神 和那种屈辱,我觉得这辈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还有其他行为 比如气急了把他穿过的袜子塞进我嘴里 扇我耳光,扇到我流鼻血 公交车上当着所有人面扇我耳瓜子 大马路上踹我膝盖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除此之外,他还在我爸爸面前陷害过我 大概是我在我爸跟前 告过他撞 我爸气急了打过他 当时我看着是真解恨的 简直恨不得我爸用皮带 抽死这个 蛇蝎毒腹 但是一般呢 我告了撞 回头我爸不在家 就剩我妈在家管我 倒霉的还是我 因为他会更狠的报复回来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活在地狱里 每天心里暗暗判的就是我爸跟他离婚 或者他出门被车撞死 我脖子上又出汗了实际上 其实我很 很感谢这位观众啊 能就是 能写出这些文字,因为写出这些文字至少是 就是你和一个能听懂你话的人吧 说出这些话了,这就是 很安慰的一件事,因为 我也 经历过就是类似的这些事情 只不过这样对我的人是我爸 然后呢 就是我很感谢你能写出来 那个 能写出来就是一个挺大的治愈,其实我觉得 就这样他还一向以修炼者自居 动不动就是我们修炼者 我们修炼人如何如何 不能计较如何如何 那个虚伪的嘴脸真的很让我恶心 我当时总是疑惑 师父 咋不管管他呢 啥样的大法弟子 对自己的女儿那种恶毒 竟然远比常人还可怕 他简直就是psychopath Psychopath就是那个精神病患者 的意思 我爹当时在 国营企业营销部当销售经理 三天两头不在家 但即便他在家,我妈打我的时候 他都会很聪明找一个冠冕堂皇教育我的理由 堵了我爸的嘴 但我爸在这个事情上也并不无辜 因为他懒得教育孩子 有那个时间他会出去跟人喝酒或在家看电视 对于我近乎绝望的求救眼神 他假装看不到 我实在叫的哭的他听不下去了 就关门出去喝酒散心去了 其实这个 人和人之间这么对待的呀,就是这种冷漠呀 就是会 会出现在这个 亲子关系中 实际上我现在这个法轮功里的那些大V呀 像什么文昭、张天亮啊,什么秦鹏吧,什么什么就等等 一干大V、中V、小V吧 他们从本质上就是缺乏 怜悯的人 就是我在我的节目中多次提到过,就是说 弱者的惨教啊 你要多久才能听到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像那个 我看法轮功这些就是 滚滚诸弓吧,有人跟我说掩掩诸弓,你说错了,念滚滚诸弓,那两个字是不一样的 看着这些就是说的冠冕堂皇的,但实际上对于 正硬的这个对与错是与非,他们选择 做错的事情的这些人 全都是这种听到弱者惨教,然后出去喝酒散心的人 这是我对这些大V的一些评价吧 也感谢这位 观众 写出这些文字 提醒了我这件事 但我爸在这个事情上也并不无辜,因为他懒得教育孩子 有那个时间他会出去跟人喝酒 或者在家看电视 对于我近乎绝望的求救眼神,他假装 我实在叫的哭的,他听不下去了 就关门出去喝酒散心去了 对他们来说,这可能就是教育孩子 对我来说,从懂事起 家就是地狱 我不爱我的父母 对他们没有太深的感情 即便他俩死了 我可能也不会难过很久 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对亲情十分淡漠 我性格很自私 永远首先考虑自己 对我的父母 我爱不起来 你说的东西我完全理解 你说的这些东西就跟我当年我妈 带我修炼法轮功之前 我的样子几乎是一样的 当时我妈就老说我,我说你特别自私,你凡是只考虑自己 她说的实际上挺对的,其实就到了现在还有人说我凡是只考虑自己 他们说的 比较对,但是呢就是说 这是几种原因,就是混合在一起 我检测过一下,我有点那个亚斯伯格,就是有的时候那个 考虑问题吧,看的那个点啊,还要关注那个点和别人不太一样 然后呢这个呢是给别人 一种感觉就是我不太考虑别人想法自私的原因之一 然后呢 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 那个 就是我妈说你这么自私,我就跟我妈说我如果再不 就是替自己考虑,那谁还会替我考虑呢 多次我妈,这个一模一样的对话在我妈之间进行了 很多次 因为我觉得我爸对我不好 然后呢那个我们家呢也经常吵架 所以呢那个 所以我也是只考虑自己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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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所描述的这个自私啊 其实是因为长久的伤害和恐惧,然后你无从自保 就是此时此刻你不知道新的伤害什么时候来,然后你如何自保 你知道吗,就是这位观众 我敢说他此刻还是这样 他始终是生活在一个恐惧的那个 这个 心态之中 他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而且始终 就是 提高了警惕,可能睡觉都 不能睡得很沉 你知道吗 其实就是说,练法轮功以后 我睡觉就睡得比较沉 这个我就想起师傅当年在讲法的时候说,说有的人那个一直睡觉 就身体慢慢就变坏了 然后呢他都没有 就是睡过好觉,他自己都已经记不得睡 睡踏实是什么样了,但是你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呢 你会睡得非常踏实,这个事就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就是说当时练法轮功的那些那个 师傅讲的有道理的地方,还有发生的那些特别巨大的变化,我一直都记着 所以就在这个方面,我一直也很感谢师傅 那么 就像现在看到这位观众这个信呢,我就是感同身受,但是我想跟你说呢 我走入法轮功以后啊 就是你是走入法轮功以后变成这样,我是走入法轮功 以前我是这个 这个环境 然后走入法轮功以后呢,我就能够 以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对待 就是这种 这种事情的发生了,我跟你说一说我的事 我并不是要替法轮功辩护什么的 实际上现在我做的事情是先于所有人指出这个 修炼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但是我愿意就是说 把这个不同时间段里的不同真实情况啊,我希望能够说出来 所以呢就是说,我说你并不是自私 我只是觉得你 对于那个 被伤害如何自我保护啊 那个就是你 你不知道 所以呢你始终是处于这种应激的这种状态之中 那么我以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你不为世界做的事情呢 最后都会抱怨到你身上 那个 那期节目都有两个题目,一个是我所经历的疯狂,还有一个就是你不为世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抱怨到你身上 我是这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就是我活到52岁了 就是 我就发现我人生经历了很多吧 就是说别人没有经历的这个事情 本来 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挺那个 挺敏感,其实也挺脆弱的一个人 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些事为什么就发生在我身上 然后呢 好像我经常就受那个伤害 后来现在我活到52岁,我就发现一点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事情 好像 环顾四周只有我能扛下来 而我能扛下来以后呢,我还能从中啊 就是 就是 就是明白一些这个道理,就比如说你的信一开始说的似的,就说 我就好像是替你说出了你一直想说的那个话吧 就是说你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 你首先你得有这个能力去经历,你还得有这个能力去从中 有所收获 然后当你把这些东西 在经历过 把收获再谈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帮到很多的人,我想我现在我的节目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帮助,因为你看到我能够清晰的把这些事情全都给 说清楚 这样 这样的话呢 就是 对我以前所受的那个伤害呀 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抚平,我觉得 因为那个伤害,假如旧伤害谈伤害,你永远都弥补不了 因为 那个父母可能去世了 或者你现在所能做的,也就是 不离你的父母,远离你的父母 可是那个伤害给你带来的伤害 永远在那 伤害给你带来现在 此时此刻你对外部世界的恐惧,还有这个应激 还有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建立亲密关系 这个都是发生在这种经历人身上的那个 共同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呢就是 实际上我在亲密关系上,我也是失败了,因为我也离婚了嘛 那个但是呢就是说 我 我把我能够想清楚的事情尽量想清楚了,然后分享出去了 很多很多人受了那个帮助以后呢 实际上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安慰 就是过去的那些痛苦都有了意义了 这是尼采说的,就是说当你知道为什么 当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而受苦的时候 他能 挺过所有的艰难 就是你的痛苦 之所以你如此的那个那个对你来说伤害如此之深 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你痛苦中的意义 当你真正知道痛苦中的意义的时候 那么那个痛苦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礼物 就是一个礼物 那个 我就是一个例子 我就是一个例子 然后呢 想说的太多,七七八八的想法 千头万绪 我也不知道适不适合都道给你听 这么多年没有人可以听我说这些 我跟常人说了他们也不会懂 那个 我就想 请你看一下我的节目 我的节目做了300多期吧,快四来期了没准事 369期了吧 还是多少期 377我记不得多少期了吧 就是往四来期那走了,其实我整个节目说的 大量的这些内容 所以呢其实就是说 这些事情啊很多人都能懂 很多人都能懂 你说你跟常人说他们也不会懂,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并没有懂,你自己并没有懂这个痛苦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你自己并没有懂这个 就是这个痛苦中的意义,对于你来说你应该明白什么 而这个是你的人生课题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多听一听我的节目,也许你可以 看一看我是怎么 去 经历思考 还有从我自己的这种痛苦中有所得的,也许能帮助你 如果你有兴趣听我的故事的后续和其他我会继续给你写邮件,我有兴趣听 然后呢我呢就是也会在不泄露你的那个身份的情况下 和大家一起去分享这些,假如你愿意的话 当然今天我没有征求你的你的同意,因为我觉得这个 实际上说出来呀 对你 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安慰 其实是 我就想告诉你我能听懂,而且我也想告诉你 我的节目的观众中 大部分人都懂 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你呢 要继续的就是在这些事情中 努力的想清楚你,你该 从中得到什么 他说 独行的勇士 屠龙之路,注定孤独 但是当英雄路过的时候 至少我可以在路边为你鼓掌 你的心血和牺牲不会白费 我心中的英雄我会一直在远方注视你相伴左右 非常感动 我就想说什么呢,其实 其实 这个话其实不是我说的 但现在也变成我心里真实想法了 就说是 就是 你每个人哪 都是你这个命运的 这场剧本的主角 你一定要找到自己这个剧本中 你是如何成为主角的 你是如何成为你这个故事中的英雄的 我相信你有这些经历呀 其目的并不是在你 让你变成一个受害者,让你变成一个 就是 长久的带着这些那个 这些愤恨 痛苦啊 孤单 然后和别人 最基本的那个心理的那个情感是戒备和警惕 以至于 根本就无从建立亲密关系 不应该是这样的 当时呢就是说 我在我 人生的路上,这些东西都没有人跟我说清楚 但是现在 我在我的这个频道中啊,做了很多次这个节目,就比如说 你可以看一看我前一段做那个希望和恐惧,你可以知道你妈是为什么那样做 她是被 恐惧和希望 恐惧在后边驱色,希望在前面吸引着她 她那条人生的路就像一条笔直的路 在这个路上她会伤害所有人 尤其是她亲近的人 还有我以前的那个 系列节目就是《青春期叛逆》 谈的那个就是亲子关系,《青春期叛逆》我做了5集 还要谈了很多就是 那个 就是灵性上的饥荒啊 导致这个 就灵性上这个食子啊 我就说那个 就是在中国这么几千年以来吧,在饥荒的时候 都会是弱肉强食,父母就开始吃孩子 我说其实父母吃孩子这件事啊 每时每刻 遍地都在发生 那么也许他们吃的并不是孩子的肉里所含的蛋白质 但是呢他们吃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在灵性上是饥荒的,像你妈 你妈 她就完全的把这个 修炼最后就变成了我怎么说共产党不好了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法轮功的群体啊 实践了这么二十几年 以前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要修心性,要向内找 要去之捉心 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要救人,救人就要告诉别人共产党不好 现在我就说世界上所有的政教啊 我认为基督教是政教,其实我认为释迦牟尼佛传出来的佛教也非常的 高明 就是 现在 很多基督徒在我的节目下留言 我自己也很多的 在很多的听别人这个 讲道,包括塞里石啊,包括林慈信牧师啊 等等 这样的讲道,还有那洪雨剑牧师啊他们的讲道 他们讲的那个 就是这个社会啊历史啊,还有这个 心灵上的提升啊都非常重要,但是真正在这种 真正实大实的打击你的 这件事,就比如说我在考虑我这个 案子的时候 尤其是到了晚上,那个想法整个就是 在你脑子里驰骋 你可能就是到一点两点都睡不着觉,你就背着想法 那什么的 然后我实际上真正实践的是 这个 那个那个 早先看那个埃克哈特托利的那个当下的力量 最近呢在那个抖音上面有个叫匹物的一个人 他 做出那个很脾气的样子,但实际上他说的那个东西 和埃克哈特托利的说的几乎一模一样,而那些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那些东西来自于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来自于佛教中的那些内观啊 那些那个,其实都不仅仅佛教,那是整个印度灵修传统中的一个 特别核心的东西 就是你要知道你所不是 你不是你的那些想法 你一次一次认清你所不是的那个东西 你知道吗,通过内观,通过就是说观察这个情绪,观察念头等等 就是说在最近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帮助我的是这种内观的这个实践 其实是 所以呢就是说 我想,我怎么说到这儿来了,就是说 我想一想我这个脉络是怎么 怎么说到这儿,就是你呀你可以不是 旁观者 你可以是你自己这个人生剧本中的 这个 英雄 和主角 那个 我想想我怎么说到这儿来的了 我想一想 我的想法有的时候也接不上 那个 对了 就是说 你听一听我以前的那个节目 就是你经历的这些东西,就是灵魂上的石子 因为你妈在灵魂上是匮乏的 所以她就需要通过强制你 给自己一个错觉 就好像我还是真正有修炼的 其实她做的事情和修炼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和 这法轮中的要求也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她 就这些人 包括很多把孩子送到那个那个 神韵的那些父母,就那个Peter曹什么这样的 他们都是通过把孩子献祭给一个他者 来换取自己的这个 这个那什么 这个 好处 或者灵魂上的安稳 其实就是说那个圣经中写的那个 让自己的 子女精火献给巴黎的那些事情啊 就在你身上亲自就发生了,但是你活下来了 所以你也是一个挺了不起的这么一个经历 现在对你来说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就是你需要从这个 你自己的这个经历中 就是 发掘出 它所包含的礼物 你可以看一看我以前的多期节目,我谈过很多很多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我谈过很多很多这个事情 我刚才就是话题又说到哪了呢,就是说法轮功的这个这个实践呢 所谓的这个修炼实践呢 在最近20年中 都是变成了 我要选择一个对象去 去骂,或者选择对一个对象去恨 这个就能救众生了,而且我要告诉整个世界这个 比如中共是坏的 中共的确很坏 我觉得也应该让很多人知道,但作为修炼的这群人来讲 是不是只要你说一个 群体是坏的,或者说一个人是坏的 你这个就是修炼了呢 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 因为长达20年的这种实践的这种训练之中 法轮功的很多人已经变成条件反射的去恨 你知道吗 大量的这样的人 你看一看现在这些大V VO网爆这个王志安 其实他们就是把此前用在中共身上的那一套 又用在王志安身上了 现在只要你说王志安好 那么你这个人也是变成十恶不赦的一个人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真正实践的这个 所谓的修炼 并不给别人带来这个 就是启迪 带来这个灵性上的提升 能够把一个别人说不清楚的事情说清楚,透彻的说清楚 然后在 一片混沌之中找出一条出路 我就想问一问,文昭、张天亮等等这些所谓大V 他们何尝做过这样的事 听那个那个那个 一些那个什么 江湖传言,然后分析这些传言,就这样讲了 这么多年 还有很多人跟着他们一起,现在一起骂王志安 好像说了王志安不好,就是说明我好了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法轮功这个修炼实践 所谓的就是讲清真相那个,已经走偏了很久很久了 你说一个他者是坏的 代替不了你真实的心性上的修炼提高 即便就是在法轮功这个法理 这个法理这个圈内呀 你都是 那个做的都是相反的,更不要说你和别人基督教他们比较 或者和那些 佛教修炼的那些人比较 你这套东西完全就是,可以说是邪门歪道 邪门歪道,现在更是 在那个批王志安的这件事上显出了那个什么了 显出了这些人 练得非常熟练的那种那个 咒骂侮辱啊,还有这 简直是不堪入目,但是他们还自己就是正义凛然 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你就是没有办法 去对待 那个王志安用什么 烫过的铁钩子打 然后踹他膝盖,如果你能的话,你们一定会这么做,就像这个母亲对待自己 自己这个软弱的 软弱的孩子一样,因为孩子 比他小嘛,当他能这么做的时候他就会这么做 你们曾经这么对过我 就是法轮功不是曾经一直 现在还在这么对我 然后呢 像美国这个联邦执法机构 使用虚假陈述构陷我 然后你们现在开始又这么对待萧明 实际上你们这样对待过很多人了已经 包括对待过那个洛杉矶的那个梁波 在中国这个 为法轮功做过很长时间监狱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所以我就觉得 这些事实,其实如果你摆到桌面上 其实是很明白的事实 我就觉得现在这些事儿一件接着一件 全面揭露神韵的这个事,从2023年应该是8月19号开始 再早一些的时候呢,我是 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客气的提及过 从那个时候以来 我一个人就是 在这个有的节目只有几百个view的情况下 一路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 走到现在,然后慢慢的消明,因为就是说 不断绝和我的这个关系 然后呢那个就被清除出去,然后在王直安这个事儿再出来 逐渐逐渐的这个事儿啊 纸包不住火,就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去 去谈这个事儿 在这个过程中呢,整个法轮功群体的修炼人的表现可以说是最差的 可以说是最差的 以这些那个,就是这个 轮微们为代表 完全的就是 罔顾事实的去 去贬低,去骂,去说假话 只有立场 而没有真相 然后呢那个 在我节目下边就是鼓励和安慰我的 多是一个基督徒,而且说的话的水平都很高可以说是 法轮功的人 就是 一片沉寂 一片沉寂 在台上 出生的全是那些 帮帝 甚至是此前的那个 那些轮微们,我觉得那些那个话也都是不堪入目,可以说是 所以 这就引出下一封信 这就引出下一封信 这封信呢就是说 我是征求了他的意见 稍微等一下吧 稍微等一下吧 我觉得水平是真的是挺高的 这封信我征得了这个来信人的同意 全文念 这封信的这个 主题啊,是来自一位 基督徒姐妹的 关心 和带导 带导就是代替祈祷吧,代替你祈祷 亲爱的虞超弟兄 请允许我用弟兄来称呼你 因为从你的节目中 我已经感受到神 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 正在展现 果效 最初我是因为王菊的节目才认识你 在那之后,那之后一定听了很多期 你的节目 偶尔也在你的 频道下留言,我现在还不知道他是哪位,没看到的留言,或者 没对上 其实想要写信给你的感动,在心底已经很久 在你的节目里,我常能听到 你对于法轮功同修们的关爱和惋惜 也感受到你对于这个 原本带给你莫大好处 包括灵性觉醒 找到 人生方向 和身体强健这些实际溢出的 宗教信仰团群体 如今却成为一个 让人如此失望的群体 之困惑 写这封信 并非是我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答案 所以想来替你解惑 而是想和你一起探讨 对于人生的感悟 和圣经里的话语 带给我的思考 这个人写信水平是很高的 下边呢,你会注意到他把你 或者把人或者把事 应该得到的这个称赞,先与你 给你 然后他清楚地弹出自己的这个想法 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马太福音7章15节到20节 记录了耶稣基督说的这些话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 却是残暴的狼 岂能在荆棘上摘葡萄呢 岂能在吉利里摘无花果呢 这两句反问就是荆棘长不出葡萄 吉利呢也长不出无花果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这样 凡好树 都结好果子 而坏树 结坏果子 好树 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 也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所以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那么耶稣基督使用四句话,好树都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这样的话在好树和好果子之间建立了数学上所谓的一一对应关系 一一对应,你找到好树就有好果子 找到好果子就有好树 任何宗教都不能建立在100%的虚假之上 一个能够吸引像你和你很多优秀的清华同学们的教导 肯定 包含着一部分真理 否则像你们这样聪明 并对于灵性 有所追求的人们 是不可能轻易被蒙蔽的 他说的话实际上是很有水平 很多人 就在留言说他就想不通 我们这些傻的为什么会被骗 很多人 今天我就告诉你 第一,我们当时没有被骗 你想不通是因为你比我傻 就这么简单 我说这话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 我说的就是实话 仅仅是因为以前 怎么说呢 我照顾这种 这个毕竟我还是 自媒 照顾这种就是 面上的 所有说这话的人 都是你比我傻 而不是因为你比我聪明 然而 真理和虚假的掺杂才是真正可怕的毒药 比百分百的谎言更加容易蒙蔽人的 是95%的真理 与百分之谎言的结合体 真正能够人的 正是那百分之五似是而非的虚妄 我没有练过法轮功 但我和法轮功有很大的渊源 我的二姨妈 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 耽误乳腺癌的治疗 最终因为癌症末期的各种病发症去世了 2000年的春节期间 我得知她快不行了 特地 和我母亲 从西班牙赶回新疆乌鲁木齐探访她 她在病床上 还向我们推荐法轮大法 说修炼对她曾经有过很大帮助 是后来不让修炼 她的癌症才复发的 不到两个 礼拜的时间 她就离开我们永远的走了 好可惜 那时我和我的母亲都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没有向她传福音 我二姨妈 也是高级知识分子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乳腺癌去世的这位 曾经是大学的教授 一位兼备知性和优雅的女性 我上初中的时候她曾经在我 黑龙娘大庆的家里住过一年 是为了医治腰间 盘突出的病痛 这个病症困扰了她很多年 后来听说也是修炼法轮功 才让她能重新 才让她重新能下地走路 所以可能练功对于强身健体的确有效 我能够从她的经历看到这个可能性 我们联系这封信和刚刚那封信 我们注意到两个都是新疆出来的人 新疆那边的人 汉人 很多是从比如说这个江苏啊 从上海啊像这位他可能是从东北啊 这些地方过去的 所以那个地方呢 那的人呢是那个 就是汉人是五湖四海 而且有很多高质量的人 像我那个江华同学孟军也是新疆的 他们那些人都是 有些人很多很有本事的 实际上是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她在她的经历 二姨妈的经历里边 也是腰椎前半突出 然后就全都治好了 就是这种治病的这种那个法轮功能把病治好 被这很多人那个 就是嘲弄得不行的说李洪志三巴掌拍直螺锅这样的事情 是真的 我再跟你说一遍是真的 而且 真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比什么三巴掌拍直螺锅这样更加惊人 和震撼的案例 都是所在多有 我再把这段念一遍啊 我二姨妈也是高级知识分子 曾经是大学的教授 一位兼备知性和优雅的女性 我很喜欢她 我上初中的时候 她曾经在我黑龙江大庆的家里住过一年 医治腰间盘突出 的病痛 这个病症困扰了她很多年 后来听说也是修炼法轮功 才让她重新能下地走路 所以可能练功对于强身健体的确有效 我能够从她的经历看到这个可能性 你在昨天的节目里 注意啊 前方高能 你在昨天的节目里甚至还提到了我的表哥 江光宇 所以我想你应该是认识她的 她是我亲二舅舅的大儿子 注意 刚才她提到了二姨妈 就是她可能是母亲的二妹吧 现在呢是亲二舅舅 就是母亲的二弟了估计是 她是我亲二舅舅的大儿子 我和光宇表哥 因为年龄差距大 相处很少 比较不熟悉 但我和她的亲弟弟 曾经是多年的比友 关系也算相当不错 自从我信主以来 经常在心里为她 为她兄弟俩祷告 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够脱离法轮功群体 转向真正的神 我也曾向他们传福音 但很遗憾 光宇表哥 认为他已经相信有神 不需要真正的福音 解释了我和法轮功的渊源之后 你也许能能够理解为何第1次听到你的节目之后 我就被深深吸引 对于这个神秘的宗教团体 我一直敬而远之 这是第1次有人揭开面纱 向世人展示了这个群体内部的真实情况 过去我问光宇表哥时 他总是神秘笑笑 说不修炼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所以我也无从了解 不修炼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我个人并不同意这句话 实际上你越是修炼的高明 极高明而到中庸 你越是修炼的高明 你越能把事情给说得清楚 无论是 释迦牟尼老子 你何尝看到我他不能回答别人的问题呢 到唐僧的时候他在印度 纳烂陀寺 开无遮大会 无遮大会就是没有什么限制 你愿意来你就问 是不是这样 怎么存在一个不修炼的人 无法理解呢 只是你没有能力说清楚而已 就是这个道理我多次多次在我的节目里说过 被你 称为高的东西恰恰是你胡言乱语的东西 而我 下面有接着念信啊 而我从你的 频道 所看到的 听到的 让我想到了上面引用过的经文 就是好树好果子 坏树坏果子 假先知是披着羊皮的狼 法轮功群体就像一棵树 这棵树如今结束的果子不但不能汇集他人 反而毒害了很多在神韵里的孩子们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让我知道 身在这个宗教信仰里的亲人们 并没有得到生命的改变 他们所期盼的 现实并不相符 我姨妈的去世 如果说 是因为癌症并不能归咎于法轮功的话 那 我如今在法轮功里 混的还算风生水起的表哥 也并没有活出他所说的真善忍 这个就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就是他明明可以说 我姨妈去世就是因为法轮功 但是他现在往后退了一步 说假如说他的癌症是像我们姨妈说的那样 因为不练法轮功 不许练法轮功才有这个结果 好的 我接受这个说法 但是现在姜光宇 并没有活出他所说的真善忍 我认为这个话呀 实际上是很重的一句话 但是呢 表达的呢 也非常客气和礼貌 这个内涵是很 很严重的这么一个 如果作为修炼人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责备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姜光宇最近 对于这个 王志安的这个评述吧 我真的觉得 谈吐啊 呃 太低下了 我觉得谈吐太低下了 我愿意这么说 我刚才本来犹豫一下 但是我还是愿意说出来 谈吐太低下了 我觉得那个和 真善忍的修炼 怎么说呢 难以连上 就像他说的并没有活出他所说的真善忍 所以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 从果子就能认出树来 既然结不出好果子 那么这棵树本身也就不是好树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 符合逻辑的答案 至于真善忍 这个道理有没有错呢 我觉得既没有错 也错 对,上面那句话呀 他说既然结不出好果子 那么这棵树本身也就不是好树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答案 其实我认为他这个话 在2024年的时候我是完全同意的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法轮功的这个修炼实践就是邪教 师傅本人我认为就是一个邪教头子 甚至是一个家固组织犯罪的黑帮头子 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但是我想 请问这位观众 这的确是我的问题 那么我在1998年之前看到的那些好果子是 从什么树上结出来的呢 这个树何也成了这样呢 这个不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是很多很多同修的问题 如果你能 解答我这个问题 我会非常感谢 既然咱们用树来衡量果子 当时我也是用这个果子来衡量这个树的 98年的时候 99年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 正因为我用这个果子 衡量这个树,我因为这是一棵好树 所以我不能容忍中共如此残酷的镇压 所以我就是 毫无犹豫的反抗 那么 为什么在那时候那个树能结出那个好果子 现在这个树结不出好果子来了 这是原因是什么,到底在哪呢 有人跟我讲 说这个 他是用佛教的 这个词讲 说我师父见道,但没有正道 见道就是说他看到了 但他并没有亲身的去正道 就正道 所以他就有退转 这是 有一个人 多次留言 他用的是佛教中的这个话 我觉得 能说通,但是还是有疑虑 所以谁能解答我这个问题 我很希望 帮助我解惑 那么 我接着念他的 至于这家人这个道理有没有错呢 我觉得既没有错 也错了 没有错是道理本身没有错 说他错了是因为执行上的不可能 我觉得这个人说话水平真的非常高 你知道吗 这个人 他对于这个 基督教的 这个实践呢 我认为是相当深刻的 对于这个 基督教神学的理解也是非常深刻的 真 代表真实 也代表真理 但是 对于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说 我们没有能力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真实 更不可能知道全部的真理 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 打个比方 物理学上提出的显理论 导出了多维空间的概念 对我们处在三维空间的人来说 四维五维甚至更多维空间的存在很难想象 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无法 碰触 很难明白就不承认他们的存在 实际上 你的修炼 可能就为你打开过这样的门 你也很可能接触过来自更加高维空间的 被我们称为灵体的存在 并获得一些常人没有的经历 所以我们 究竟能够掌握多少的真实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充其量我们也就只能掌握有限的真实 我们是有限的人 其实 这个也是 他这么说也是让我佩服的一个地方,因为不少基督徒吧 就是 很避讳去承认就是其他的修炼中你是可以接受到更高存在的 我个人觉得虽然塞里什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帮助 他在这方面他呢就是 拒绝去承认那些是更高的存在,甚至他认为佛教 就是魔鬼 这个其实我很难赞同的 我认为 假如当年释迦摩尼佛和耶稣基督 能遇上 他们两个 谈的 肯定是挺投机的,我觉得是 肯定是挺投机的 所以就是 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能 说出刚才那样的话 我就很佩服的 而真理对于基督徒来说并非一个道理,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他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亘古到永远的神 也是三位一体的圣子 是创造物质世界的创造主 更是救赎我们这些因为罪 从亚当夏娃那里遗传的原罪 而被死亡 缠绕的人之救赎主 神是公义的神 他也是慈爱的神 他是全能的神 他也是全知全爱的神 我相信经过阅读,你也早已有所了解 圣经对于我们的神是如何阐述的 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如果你有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就继续就具体问题 讨论研究 下面 我想讨论一下 善 善的概念是神放在我们心里 虽然如今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 很多人认为善恶是相对的概念 但仔细思考 如果善和恶只相对 我们如何知道天平的两头 哪一头是善的方向 哪一头是恶的方向呢 然而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教育背景,什么生活环境 其实我们对于善恶的判断在大方向上大相同 虽然在细节处 很大出入 那么这里可以合理的导出一个结论 就是至善是必然存在的 因此我们所有的人才会 认为越接近那个至善就越善 我相信这个理念 你应该在C S Lewis的《Mere Christianity》那本书里读到过 《Mere Christianity》 中文翻译是《梵梵维珍》那本书写得非常好 我在你的节目上听你提到过他和他的那本书 但这个善也就是神 却告诉我们这些带着原罪出生的人一个真相 就是当我们的始祖从他们完美受造物的地位跌落 因为犯罪而离开神的面之后 神的面 之后 我们所有从他们所出的后代 也都失去了持守至善的可能 沦为了罪的俘虏 所以这就呼应他此上面,就是说如果你仅仅作为人的话呢 你是无法认识和实践真 也是无法认识和实践善的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 不论我们再如何努力,我们也不可能抹去罪在生命里的痕迹 也无法改变我们曾经因为无知而犯下的过错 关于这个概念,你可以再细读一遍罗马书 保罗在那本书 那本书信里解释得非常清楚,其实我对他这个都有好多想法,但是我今天 我不太想在我的节目中谈出那个想法,因为我不愿意引发这种不要的神学上的这种探讨和争论 我只是 其实 我只是想在今天的这个 观众来信中啊,一个是说明一下,就是法轮功 群体 那个真实修炼中的真实场景是什么样的 就是已经完全的 走向了这个真善人的反面 而是通过强制 强制和伤害他 来证明自己是善的 这个 你但凡还有一点脑子的话,你都会知道这绝对不是修炼 这就是练邪法 其实在传法律说得很清楚,这就是练邪法 那么 这位观众呢他就是在 基督教的这个 神学上谈出来就是 你神是软弱的,是有缺陷的,是有限的 他无法认识真,也无法认识善 也无法实践真,也无法实践善 所以我接着念 这个善也就是神,却告诉我们这些带着原罪出生的人一个真相 就是当我们的始祖从他们完美受造物的地位跌落 而因为犯罪而离开神的面之后 我们所有从他们所出的后代,也都失去了持守至善的可能 沦为了罪的俘虏 不管我们再如何努力,我们也不可能抹去罪在生命里的痕迹 也无法改变 我们曾经认为因为无知而犯下的过错 关于这个概念,你可以再细读一遍 一遍罗马书 保罗在那本书信里解释得非常清楚 你昨天直播的节目里说到你希望在审判日看到公义彰显 即使你自己也被审判,你也觉得那是值得的 我很佩服你,其实你能够这样谦卑的承认自己是罪人 又愿上帝的公义彰显 可见他在你的心里已经动工 你比很多基督徒更加谦卑,也更加上帝的权柄 你也提到了自己的骄傲 亲爱的弟兄,我真的为你感恩 因为你其实已经察觉那在拦阻着你到神面前 焚点的原因 我和你一样 是一个罪人 我很骄傲 常在心里复匪别人 复匪啊,这是当年那个 张汤向那个汉武帝 举报大司聋炎毅说的那个话 炎毅微反唇啊 微微的撇里撇嘴 张汤说你小子复匪啊这是 肚子里诽谤 然后炎毅就腰斩了还是怎么杀了 尤其是当别人的行为举止和我的认知不同时 我经常自以为义 认为我比他们要更好 我比他们更对,我比他们更属灵 但 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 所以我所有的 都会在审判日 被逃去 因为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担当了我的罪 该得到的审判 我并非因为自己比别人好才被救赎 而是我承认自己需要救赎 也愿意接受基督的救赎 才被救赎 他这里边谈的实际上就是音信称义 然后呢 你所得到的 这些 所有的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 只和神的 恩典有关 而和你自己是怎么怎么就好啊 你做什么事啊 这个没关系 我估计这个也是那个 加尔文改革宗的那个 基本的神学观点 将来在 白色大宝座前的 审判日 我和那些被审判的人唯一的区别,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承担了审判的结果 而那些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 只能自己承担 审判的结果,正好最近我正在听那个林慈信牧师讲那个 保罗神学,所以他讲的这些我还都 能理解一点 那个 不单如此 我的里边 从接受耶稣基督开始就不再是一个生命,而是两个生命 一个是我的老我 从亚当夏娃那里 遗传来的,带着地形的生命 一个是赐圣灵赐给我的 来自神的新生命 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会称自己是新造的人 因为我们的确是神,从新的生命再造的人 当我完成在地上的使命,离开这里去见主的时候 我的老我就会彻底死去 而那时 我的里面就只有一个新的无罪的生命了 而即使是在今天 圣经也教导我要每天盯死 老我的生命 所谓盯死 我老我的生命,这个就是 相当这个 怎么说呢,我担心我的观众不懂,作为我这外邦人 不得不就是 颁门弄斧一下,说的就是 你要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钉十字架 同死 同埋葬,同钉十字架,然后呢那个 就是每天你的那个 就是旧的那个我都要被钉死,这是 我听那个林慈禁那个 牧师的那个 讲保罗神学里边,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 他详细的讲保罗 说的这些东西 你该怎么理解 但实际上我对这个也有我的看法,但是今天我不打算在我这节目里说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边成长壮大 圣经教导我,我应该要自节 节是洁净的节 脱离卑贱的行为,成为能够彰显神荣耀的贵重器皿 亲爱的弟兄 你需要的和我是一样的 那就是从神那里领受恩典,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我每每想到你过去的经历,都会为你流泪 但这不是伤心的泪,而是感恩的泪 我从你的身上看到神家的怜悯 他使用你,为那么多 被困在法轮功这个宗教信仰的人 开了一扇门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离开并转向真神 我曾经为我的表哥们和他 和很多他们一样在法轮功里的人们伤心难过 如今我知道神不偏待人 他给每一个人机会 他也从未停止过救赎的工作 而你就是他正在使用的人之一 尽管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 但在你身上的带领是如此明显 我不得不因此而俯伏赞美敬拜我的神 我的祷告是有一天 我的神也成为你的神 我想再谈谈对忍的看法 这个人写信水平真的很高 我觉得 这个人 我猜他是学理工出身 而且他是对神学有着非常深入的这种 这种学习和实践 我想再谈谈对忍的看法 我们对中国字的妙处 在这个字上可见一般 忍是横在心口的一把刀 这也说明了忍有多难 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也被要求成为 能够忍耐的人 但基督徒的忍耐 可能和世人的忍耐有所不同 很多世人也能忍 却忍得咬牙切齿悲愤交加 甚至忍得心中充满了报复和仇恨 但以下 是雅各书里关于忍耐的经文 雅各 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同父异母的兄弟 他在耶稣基督活着的时候并不相信他 但 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 他成了耶稣基督坚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追随者 这点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他虽然在这个行文中没有 指出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点特别重要 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呀 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 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他的那些门徒的那个表现 几乎都和他们此前的表现完全不同 比如彼得 还有就是所有那些人吧 就全都不同 所以耶稣基督的那个复活那件事 他是有特别深刻的内涵的 特别深刻的内涵 那个事我觉得对于那些就是他那个 比如那12个门徒的那种 那种冲击和改变 就是完全 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这种 巨手 扭转他们的这个生命就是一下变成一个全新的生命了 就给我这种感觉 所以 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我认为在神学之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雅各 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同父异母的兄弟 他在耶稣基督活着的时候并不相信他 但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 他成了耶稣基督坚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雅各书第1章2节到4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都要认为是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 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能 使得 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整 一无所缺 雅各在这篇写给遭受苦难试炼的基督徒的信里 告诉我们要喜乐的面对这些试炼 因为经过忍耐会让我们的品格 得以 改变,进而完全 其实 实际上我在这想说一句,就是早期的法轮功修炼对忍的这个实验呢 我个人认为也是相当高明的 其实是 但是我今天不打算在这进行神学上的分辨和争论 我有没有把这本信念完 其实我从你的经历也看到这个真理 因为你对于真善忍这个理念的认同和坚持 如今你的品格已经和很多身边的人大不相同 而从你的谈话中没有看到你对受逼迫的怨天忧人 反而感受到 你对你的经历抱有感恩的态度 这让我更加理解了圣经里雅各 关于面对试炼该有的态度的教导 谢谢你分享你的生命经历 让我也从中受益 所有他说的这些话其实让我很佩服的 因为他 他诚实的给予这个一个一个人或者一件事该有的这个 该有的这个得分 所以这个我是挺佩服的 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strong的一个表现 他不需要去通过 否定和 贬低那个既有的存在而撑住自己的信仰 这个对我来说就说明他对信仰把持的是非常 非常牢靠的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必须承认你在很多方面比我强 单单就关于面对劳育灾 是否还能 持守我的所信 和面对这么大的逼迫是否 还能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两个方面 我觉得目前的自己很可能是做不到的 如果我做到了 也绝不是因为我的品格高洁 有过于常人的能力 而是神在我需要的时候 给了我本身所不具备的力量 其实 其实这块啊 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呢 我 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我知道就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很容易脑子里构想一下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该怎么应对 如果那个情况发生我该怎么应对 就比如说我快入狱了我会想 在美国监狱里我该怎么混 然后我面对那些比我强壮的人要欺负我该怎么做 我现在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那么 类似的这种考虑呢很显然这个 这个观众呢 他看到就是我谈我的牢狱之灾的时候他就会想哎呀如果我在那的时候我能不能坚守我的这个 基督信仰啊 实际上我想 分享一点这个这个我的这个 所想我说的很可能未必对因为我也是 不是基督徒我也不该那什么 其实我觉得当这么想的时候啊 你要是往深究的话呀 他从某种程度上是试探神 你知道吗所以不该这么想 就是说 你所出现的事情 你所遇到的事情其实是在神的把握之中的 是在神的把握之中 你要这么想的时候 你预期那么一个想法 我觉得他从本质上讲 是试探神 因为你的这个品格的养成你的灵性的养成 或者你刚才说那个老我的死去新我的这种成长 这是全是神的 把握 神呢就给你安排的那些东西 让你面对的那些东西 一定是那个 就是对你的成长有用的 我觉得是所以呢 就是 无需就是说从一个他者身上用他的人生 经历来比自己的人生经历 如果是这样比的话那没有人能走自己的人生路了总要更惨的 总要更勇敢的 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么想的时候 对于自己的这个新的生命的这种这个 观察少了可能还是把目光放在 老我身上了 而新的我其实是 你也不是很清楚的只有神清楚的 我是这么想的 他说这个如果做到了也不是因为我的品格高洁有过于长晨能力而是神在我需要的时候 给了我本身所不具备的力量 哎你知道吗其实我我我也是这么想师父和大法的你知道吗 就是到现在为止啊我都不觉得我经历那些事主要是因为我 我还是把它归因于师父归因于大法因为这个是师父教给我的大法教给我的 因为毕竟我当时不是因为 我我我我读了圣经做到了 所以呢我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是 当然我现在这么说可能很多人会责备我说余超你还在替 这个法轮功说话 但是我我我愿意说就是说 我我愿意说出就是在不同时间段的真实 现在这个法轮功是这个样子我会说现在法轮功 的实践就是邪教的实践 但是当时也包括我自己实践的那时候那个样子 那我觉得应该 给他一个就是说 至少我再说出真实来 他下边这个信接着说话就像摩西在旷野木娘40年 锻炼他的能力和品格 好帮助他未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旷野 40年的服饰一样 神也让你在法轮功的群体里 经历过这些试炼 你曾经是你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所以了解 你说的很多话 能戳中他们的内心 而像我这样从未有过 他们同样经历的人 能为他们所做的也只有不断献上我的祷告 求主使用你 和其他像你一样勇敢的人 来带领这些被捆绑的灵魂 得到真正的自由 认识真正的神 我看到他这么说我心里只有佩服 他说这个 为这些 人献上祷告我实际上我是做不到的 就是为 他者献上这样的祷告我是做不到的 相比什么那些伦威们去骂王志安的那个样子 更加是 他们更加是等而下之 所以说就是 这个是不好是不好 好也不好啊 苏氏说过 就说这个写文章啊好也不好如金金美玉啊 就是都是有价格的摆在市面上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 这个基督徒是怎么表现的和法轮功是怎么表现的现在 清清楚楚我都觉得是 像我这样从未有过和他们同样经历的人能为他们所做的也 只有不断的献上我的祷告 求主使用你 和其他像你一样勇敢的人 来带领这些被捆绑的灵魂得到真正的自由认识真正的神 我也对于华夏大地上那些灵魂对于灵性的追求 和找不到答案的痛苦 感到悲伤 我认为包括法轮功佛教的思想道教的思想等等 这些所有这些解释世界的理念之所以如此吸引人 是因为神早就将 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每一个人出生 都自带对于超越我们目前生命状态的期待和追求 人类历史上最智慧和富有的君王 索罗门 在他的晚年写了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是这么解释的 上帝造万物 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 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 所以我并不认为你过去相信法轮功是因为愚蠢 或者陷入了邪教的陷阱 我认为 这是你与生俱来的需求在带领着你寻找的过程 你的起点是法轮功 但我盼望 你的终点 是又真又活的耶和华 就像我一样 我过去 也曾经相信 基督教里的一个异端 就在耶和华见证人的教派 我那时也很认真地学习他们的教导 并且从中受益匪浅 毕竟 是他们说服我 平气无神论 相信了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主的存在 后来神又用各种神奇的方式使我脱离了他们 并且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了我 我想 我和你都走在 都曾走在类似的人生道路上 我也期盼我们将来 能成为天路上的同行者 亲爱的弟兄 我愿这一封信能带给你一些安慰 能引发你一些思考 更愿这封信 能带你到我的主 面前 愿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同时是我的神也成为你的神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某某姐妹 这封信写的 太棒了 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的节目啊 能够成为这样信的一个 一个就是 平台 我觉得我很幸运 真的 我觉得我很幸运 那我今天的节目就先见到这 看一看 我会不会接受到此 那我会不会接受到这个 我会不会接受到这 正好 我会不会接受到这个 我会不会接受到这 我会不会接受到这里 对 如果我接受到这个 感谢 你 我会不会接受到这个 嗯 你 我会不会接受到这个 就是给我发信的那个朋友啊,在我的留言区留言了 其实 你所经历的那些我全经历过 然后呢,可能更加那个 糟糕,我怀疑是 就是我活到52岁呀 我现在对我父母的那个经历呀 就是以前我像隔了一团 就是雾或者隔了一团棉絮去看那个人生,看这个人,我都看不清楚 那随着我走到现在 包括我自己的修炼吧 然后 就是努力的提升这个心性 我看那些人,看那些事比人看得清楚 当你看得比较清楚的时候呢 当你看得比较清楚的时候呢 就是你心里的那些恨呢 就自然就 不存在了,就少了很多了,也不是不存在 就少了很多 但是就那些事现在发生在我身上 我可能还是愤怒 但是 看过去曾经那个父母和孩子之间那个发生在我身上,我说的不是你身上,我只是分享给你 我的那个经历 就是当你看清楚那个人那个事的时候啊 反正我产生的愿望 是很想帮到他 因为现在我已经知道那些他都不知道的东西了 我知道那个人生可以不那么过 有一个台湾的一个网友就跟我说说,余超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了 你以前所有的那些 先祖们 他们就都清楚了,他说因为 一个道理是在家族里 就是家族的男皮是在家族里解决的 直到有一天那么一个人把他解决了 所有的人都得到 这个解脱了 我不知道他这个理论有什么根据,但是很安慰我 当你知道这些事的时候 你会想到帮他们 真的 假如他再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我愿意就跟我爸和我妈 详详细细的把这些东西说出来 可以跟他们说一个小时,十个小时 100个小时 给他们说清楚 我相信他们 他们都能明白,因为他们俩都是很聪明的人,我爸和我妈都特别聪明 郭德纲德云社相声,这真的是郭德纲吗 还是说他自己 自己起了这个名字呀 我不太爱听相声,但是我挺喜欢郭德纲这人的 实际上 其实郭德纲那个态度啊,有点像王志安那态度,我觉得他们俩有点相似之处 我觉得 我想跟那个就是 从自己母亲那说到很多伤害的人说呀 你的那些 里边有很多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东西 你要是能把那些东西给 发现 对你来说 是 是 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你会比别人富有的很多,你就可以发现了我和别人的区别 我现在 你眼中,我和别人是有区别的 使得我和别人有些区别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从我的这些经历中 发现的那些礼物 我认为你也有这份礼物,但是你还没有发现 对 对 这不少人说开始好果子是邪灵帮忙 我个人,我请向于不这么看 我更请向于说我不知道 因为当时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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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呢 其实不少和刚才那位那个姐妹啊 她在那个信里说的那个基督教的那个实践 包括忍啊包括善啊是非常相像的 可以说是 注意我现在我这个节目啊 不想占立场 我只想谈事实 然后谈不出事实的时候 我就谈问题 我不想占立场 我还没有被抓起来,不过有很大很大的可能性 在就是 那个那个什么吧,反正现在我 就是 很大的法律麻烦 有什么事 你说我就是 你让我去看 你让我去看 我看你 看你 你不想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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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却 哦,給我寫信的人也在那留言了,原來是你啊 對,他說我該用別人的精力來比較自己 我的那個清華同學嘛,還有另外一個人也跟我說 說定經基督,只見基督不見一人 其實只見基督不見一人,他並不是僅僅是說 教會裡那些人水平比較低,我別看他啊 那個基委會大媽也來信基督了 那我不能因為基委會大媽在這兒,我就瞧不起這基督教了 不僅僅是這樣,就是你看到別人的好 你所羨慕的那個東西,或者所希望展現的那個光彩吧 其實也不是來自人,而是來自神 所以定經基督不見一人,我覺得這個是很高明的一個說法 然後呢,還有我覺得不試探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去試探神,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是 我覺得試探神裡邊呢,有一個就是說,你把你肉眼所能看到的結果 或者你認為神應該那樣怎麼做的那個做法,和這個結果聯繫在一起 整個這套思路啊,那完全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罪的一個結果,其實 因為 你不是安排這些事兒的人 你不是 測奪呀 奪呀 就是那個 一己奪人那個奪,你不是測奪神的能力和神的意圖的人 你知道嗎 所以不要用這些結果,用這些現實的東西 就像前幾年寫信說,如果你真的免於牢獄之災 是歸功於基督徒的祈禱 還是歸功於什麼其他的呀 我說你這麼想的,本身就是在那個 我認為就是在試探神 那因為 假如我免罪了,我就要歸功於基督徒的祈禱 我假如入獄了,那我是不是應該埋怨基督徒祈禱沒用啊 我為什麼要把神和這些具體的事兒連線在一起啊 讓我知道神的信息 這不一定是對我最大的一個恩惠了嗎 我就覺得 讓我就是 有機會仰望神 或者至少知道神的存在 這不一定對我的最大的好處了嗎 那其他的該怎麼樣是怎麼樣的 反正是 什麼事兒都 把神招呼過來替我辦了啊 這件事兒 這個type那什麼 就是我能有這個想法 其實也是因為我在法輪功中修練 我得到這個想法 我這幾年啊 就談論這些事兒 在法輪功中有一模一樣的事兒 我談了不少 實際上是 所以我挺理解那個試探神 這個事情的 其實是 那我今天的那個節目先做到那兒 我非常感謝那個給我來信的這些朋友 然後呢 我也希望我的這個平台能成為 就是這些那個 在 剛才那位朋友說這個天路 天路上的同行者吧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為同行者 但是 我認為我們是同行者 就是 走走的時候 大家互相交流的這麼一個平台 我認為我這個 這個頻道就是有價值的 那我的節目先做到這兒 謝謝各位我們下次再見